大家好,這個地點就是340號 Toronto Downtown College Street 在College街這間叫做 Second Cup咖啡店 都相當有型的 賣了一杯小的咖啡 在這裡慢慢喝 這個伯伯就走來用一下廁所 這裡有個桌子 這個桌子就是 社交站 附近有一個宣傳單張 有一個卡片就釘上去 那我家人也曾經在這個Downtown 經營過一間這樣的咖啡店 做了一年 這樣就虧本收場 很容易虧本的東西 那時候我都有幫過手 我還是做廚師的部分 炸雞肉 炸牛肉 然後拿些 拿些菜 拿些瓜果 炆一炆它 一天都是賣 十幾二十個餐 賣得很少 早上那段時期 有些人吃早餐 拿杯咖啡 那個時候 就是08金融海嘯的時候 我們樓上有一個客人 就是在Berrick Gold 在Berrick Gold做的 因為當時是金 08金融海嘯 他的金就變成搶手的東西 銀紙是貶值 黃金是升值 樓也是貶值 那個人 很流行 Berrick Gold 那個大粒人來吃東西 永遠都是 吃什麼餐都是放下二十元 不用走 那杯咖啡拿的三文字 都給你二十元 因為 我懷疑那些人 一來賺到錢 二來又闊卓 還有這些 價位升跌少少 在二十元 對於他來說 根本就不是錢 就是好像 一大有錢人手中 跌過一毫子 那不是錢 所以 沒什麼所謂 又入了一個 幼型的男士 後面又多一個 就慢慢打算坐二十分鐘 左右 這個後面呢 就是 Cansington Street 那 什麼立雜的 西人 歐西 歐西人 唐人 都在這裏下腳 咖啡店 但是什麼人 又是 咖啡店應該賺到錢 以前我們 做咖啡店的時候 都好像這裏 擺了塑膠 那裏 供應員很簡單 我們都是去 超市場 選擇一些 漂亮少少 賣相好一點的 招 一是變成 霉花點 就自己吃的了 好像這些顏色 青的 又不行 一是霉花點又不行 好像現在台面見這個 這個招 我想應該是一個半 或者兩元一隻 當時我們2008年的時候 就賣一元一隻 又是 兩個多元錢一疏買回來 基本上賣兩隻半 已經回到本 講得好聽 但是你不是買得那麼多 很多時候都是賣兩三隻 已經起了霉花點 扔得 一天就吃了去 一天再殘少少 就索性扔掉 早兩天看許冠文 去review回她的人生 review回去 那個喜劇的 由雙星報喜 到拍片 自編自導自演 他也是 圍繞這個 編制喜劇 作為他的人生的事業 他說 喂 六十幾 一路等等等到八十 因為量一套好的西片 等這套西片 一共等了幾多年了 等了十幾年了 都未有出品 現在剛剛八十了 已經 你說理不理會 他說視這個 拍片為人生的事業 他說難道我開當雲吞麵 其實也是 就是 一個人集中做一件事 一定會做得好的 如果你說 就像我自己一樣 我也是覺得失敗 做過很多事情 真的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是成功的 就是 近年 叫做炒樓 找到少少錢 就不需要為錢太緊張 唯一這個 叫做好少少 不算成功 你說 人家買一圈樓 買樓 買樓 買一枝樓 買一枝樓 例如東南 東南好的 買一個condo 由樓下二樓 買到五十五樓 都是東南的單位 買一枝樓 大有人在 那些真是巨褲 但都未及的 超級巨褲 超級巨褲 好像香港那樣 X少 收租都收三億元一個月 這樣才是 在咖啡店 躲在角落上去看看 起床撞一下 這裡有個美女 這個美女是新造的 她剛才問我的咖啡怎樣要 她說普通的咖啡也不知道是怎樣 她說Cream and Sugar 她就知道了 還有下Cream 她現在下這個份量不是一個Cream 應該是一個半Cream 靠手倒 沒有Tim Houghton的高度科技那麼準成 好了這裏報道到這裏為止 只剩下拍就只剩下十兩秒 多謝收看請訂閱